这两天呢有一位94年出生的19岁女大学生在人人网上迅速火了起来 因为她在人人网相册上直播了自己流产的过程 这位女孩还上传了自己用验孕棒测出怀孕的照片 以及去医院检查确认怀孕的必超单 据女孩自己说她怀上的是一对双胞胎 网铁发出来之后呢女孩迅速走红了 对她的质疑也越来越多 根据这位女孩最新的人人网状态说 这件事情呢她自己没有想过要炒作 不知道被谁传到微博上去了 结果大家都来关注她了 我想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今天是9月26号世界避孕日 这位女大学生需要我们更多人的关心 而我们的教育系统和整个社会都应该反思 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再一次发生 上海的一项调查显示 竟然有半数以上的婴儿都是因为意外来到了这个世界 所以普及科学避孕知识确实十分的重要